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他是改革开放的前线指挥员 他的名字叫古墓 这是个世纪老人的故事 如果我们把他少年 青年 壮年和五年岁月连成一条线 这轨迹刚好同人民争独立 求解放 建强国 改革开放 走向小康和民族复兴 重合在一起 我现在九十了 已经跟我开玩笑 想想老百姓九十 药都拱拱了 出着过 这个药拱拱着走 我还打球呢 我目前获得九十六 我大概可以获得九十六 他获大 乐观 睿智 幽默 充满自信 后来他真的九十六岁时走完人生里程 古墓 中国经济建设战线的杰出领导人 原中共中央书记处书记 国务院副总理 国务委员 全国政协副主席 认识古墓 先要走回七十多年前 那一年烽火狼烟 伊蒙山腹地大青山下 八路军正同几十位余计的日寇 苦苦熬战 残阳如续 日本国务院对着山东的党和政府机关 和军队的首脑机关 举行大规模的仓户的大扫党 这次扫党的兵力大于我们几十位 那个情况就非常严重 也是想一口把我们都吞掉 时任中共中央书山东分局秘书主任 捡115师统战部长的古墓 负责指挥少数警卫部队 掩护山东分局 战工会 和抗敌协会三大机关撤退 就在任务完成准备转移时 日军已到了眼前 我前后打船了 就在县堂旁边打一颗子弹打头了 我一天一万也没住 就在美上抬车 以后找我单架抬车 吴布同志找找的案就是这一次 对他这一生来说 那也是过了一次阳光店 上到阳光店那里包个道又回来了 醒来时 古墓已经躺在担架上趁夜转移 不料再次遭遇日军 情况万分危急 为不拖累大度 古墓下死命令 让警卫员快走 自己一人留下 伤口疼得厉害 时而昏迷 时而疼醒 他爬一阵 躺一阵 昏一阵 醒一阵 足足爬了两三里 最终昏死在一家老乡门前 一家大门发展级阵级的空间 好多那个怪事后 我送到一个安静的地方 在那里 一个医生陪我 他白天上上打游戏 因为有一个网站才能给我环游 理财区的生活都很艰苦 所以萧华同事知道这个事情 他就赶快让我 把联络部份的负责同事叫来 我去跟他们谈 他们说 给你十块吧 后来我回去给萧华同事说 他说 十块可能不够 他说 你再想办法 再进入十块 1150政治部主任萧华 要王新兰筹措的 这二十块大羊 救了古墓的命 堡垒户大扫胡孙氏 收下他养伤 使古墓又活了下来 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古墓是个重感情和知恩必报的人 到了全国解放以后 来往就比较危险 古墓同事一见小华同事就老说 小华同事你是我的救命人 和我的小华说 这是我们党的老规矩 同事之间互相帮助 互相保护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也数不清 古墓原名刘家宇 1914年出生在山东荣城县明金像 七岁发蒙少年早会 在外祖父家里 古墓接受了严格的私塾教育 他熟读论语 大学 中庸 孟子 诗经等中国典籍 因为聪颖好学 外祖父时常得意地 带着自己的小外孙出外游学 与当地文人切磋问学之道 十三岁 小家宇在一次游学后 竟遭出 明山一览兮 圣地遍游 日光返照西 不归何求的骚体剧 引得一片赞誉 十五岁时 有秀才功名的外祖父告诉家宇 我能教你的东西已经差不多了 你到外面求学吧 外面对心智广大的刘家宇来说 是个新鲜可求的世界 山东 中国马克思主义 传播最早的地区之一 王晋美 邓恩明两人 参加了中国共产党 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 而焦东务华天保 在中国开步最早 他经济发达 无产阶级诞生了早 特别是焦东人 国耻意识强烈 有着不屈的反抗精神 走出宁金香的刘家宇 很快投入到进步潮流中 他先进荣城县立 第一高等小学 在这里接受新式教育 逐渐地他把过去脑子里 施约紫云之类 换成了人生 社会 救国和革命的新概念 古墓的三千万同胞 都成了亡国的奴隶 古墓 常曼智 王一平 我 游城的四大才子 他从小小的东西比较多 他说最好的文章写得好 从常常的文章都写在院子里边 大家看 很有能力 古墓在荣城县立第一高等小学 开始接触马克思主义 他和几位进步青年的活动 被一个人注意到 他叫孙继周 孙的公开身份是在石岛公安局做事 而实际上他是共产党员 由孙继周介绍 古墓参加了共青团 接着几位要好的同学 也都加入了共青团 成为共青团组织的一员 他们内心感到了 前所未有的充实和兴奋 1932年古墓参加文灯 威海 荣城三县会考 明拔前筹 不久之后又考入山东省立 第七乡村师范学校 第七乡村师范学校 又称文灯乡师 是在陶行之生活教育思想指导下 建立起来的乡村师范学校 自建成以来 文灯乡师一度成为 郊东革命知识分子的摇篮 是中共郊东特委 开展工作的基地之一 校长于云廷是中共地下党员 1932年晚春 古墓由共青团圆 正式转为中共党员 并在不久成为学校秘密党支部书记 此时东三政沦陷已近一年 抗日救国的呼声日益高涨 新任支部书记古墓 积极活动 欧哥爱国思想 宣传马列主义 他主编了一张小报 叫火线下 在这张学生小报上 古墓每期发表一篇评论 也尝试写爱国小说 火线下是古墓办的第一个刊物 这给了他切实地锻炼 为日后参与左翼进步文化运动 和被称为党内秀才 打下了伏笔 1934年7月 中共交通特委决定 派古墓前往北平 对古墓说来 北平无疑是个更大的世界 也是更广阔的战场 阿母心悲怯 送儿直上周 对孝顺的嘉宇说来 辞别母亲是最伤心的事 临行 母亲拿出积攒多年的十块银元 坚持揣在儿子怀里 直到送出村头很远 母亲就是不肯离去 儿子这一走 多年没再回还 老母亲思念不过 常在深夜走出家门 想寻找幼年时淘气的儿子 呼唤他的名字 喊他回家 他妈家这年的 整天年的 他家户是贵人年的 他没有别他不 一般那个老婆花很小 咖喱给很好 管都是小小米米 从来不到眼不到鱼 老婆很稳 出道北平 古墓未能接上组织关系 他寄身山东会馆 到处寻找党组织 颠沛之中 古墓一边啃着干烧饼 一边借书读书 到北京大学等校旁听中外文学史 赤尔尼雪佛斯基的《怎么办》 法吉耶夫的《铁流》 《毁灭》以及《和尚照》介绍马克思主义的书 他如饥似渴地阅读着思考着 他开始写小说和散文 海上的斗争写了一个交通渔民反抗欺压的故事 渔民们决定出海同日本强盗拼命 但全部死滥 他们的妻儿绝望地望着大海 这一幕被作者赋予极大的同情 他写道 黑暗中海污液得越发欺切了 这张照片拍摄于1934年 是古墓来到北平后唯一的小照 他轻取于文质而透出坚毅 两只眼睛闪动着不屈的神采 小说被北平地下党组织注意到了 他们猜测作者一定是个进步青年 北平地下团委负责人 约古墓到中山公园长谈 确认了古墓的党员身份 由此古墓和北平的地下党组织 接上了关系 短线的风筝终于找回了家 古墓开始积极投入党领导的左翼文化运动 出任北平左连的组织委员 成为北平左连后期的重要成员和党员作家 鲁迅先生曾这样描述上世纪三十年代的革命文艺运动 无产阶级革命文艺和革命的劳苦大众是在受一样的压迫 一样的残杀 做一样的战斗 有一样的运命 北平左连的成员们大多为学校青年教师和大中学校热爱进步文艺的学生 他们斗争热情赤裂 勇往直前 成为当时华北地区抗日救国的生力军 但此时北平反动势力十分强大 国民党宪兵三团以残忍著称 他严酷镇压革命力量 很多共产党员就牺牲在蒋孝仙的屠刀之下 古墓参加了后期北平左连刊物《泡沫》的编辑 因刊在进步文章指出了四期《泡沫》即为敌人查封 不久古墓又与同志们出版了新刊物 取名《浪花》 《泡沫》和《浪花》虽是水中小小的涌动 但却寓意一个抗争大潮的江林 从这时起 笔名古墓成了他一生的名字 129运动后 北平左连工作进入一个更加困难的时期 古墓被迫转入地下 我是北平的左连 学文章 左一左家的偷偷 我是左连的组织委员 以后当个书记 当书记人被迫了 1936年4月30日夜 几个反动军警突然闯进古墓房间 逮捕了他和前来谈工作的中共地下党员王一平 面对审问 古墓坚称自己在北大戒毒旁听 平时以稿费为生 审过几堂 敌人问不出什么 又无证据 只好交保释放 多年后 古墓借用高耳机的名片 将他来北平左连的岁月 称作我的大学 这是半个世纪之久的重逢 当年投笔从容 为民族独立和人民解放走到一起的热血青年 如今已耗手年高 战友们握手相拥 回顾当年 真不胜唏嘘 那当然了 我们那会儿呢 最近 那个时候我是个头儿嘛 他们共生 共怀难 所以我们的感情不同嘛 那东北军里 在哪里不得 如果有战斗 我们从这都战车 其莫方造用 那地下咱们那是掩盖 最困难的时候 还是正式整个政策就活了 这是古墓一次新的生命转折 1936年8月 党组织通知古墓去西安 到东北军工作 这时正是西安事变发生的前夜 当兵是文学青年古墓 未曾意料的 古墓后来回忆 当时的时代主题是迎接抗战 党员应当去抓武装 于是我当了张少帅的学兵 进了学兵队就是军人 文学青年古墓剔了光头 穿上东北军军装 大家就住在西安东城门楼上 就地铺上稻草 一个挨一个地睡 不久大家都生了狮子 多得就像在衣服上 撒了一片白芝麻 生活虽然紧张 轻苦 但经过一二九运动洗礼的 这些爱国青年 热情极为饱满 大家经常高唱抗日救王歌曲 在临时搭建的舞台上 演出《打回老家去》等话剧 日本用那种暴力 而占领全满洲的领土 1936年12月12日 震惊中外的西安事变爆发 当天古墓所在的学兵队一连 每人配发子弹一百发 以及手榴弹 被布置在东城墙上 准备阻击国民党的宪兵军警 第二天 学兵队被分别派去 接收电台 报社 邮电局等要害机构 不久古墓被调往新成立的 张学良将军特务团任指导员 后又到东北军总部 编过一张名为《一二一二》的小报 1937年2月2日 东北军一部分试图用武力 营救张学良将军的少壮军人 刺杀了主张连共抗日 和平解决西安事变的王以哲军长 各方矛盾迅速激化起来 东北军元老派迁入于学兵队 将分散在各军师的学兵队队员赶出部队 请东北军党组织安排 古墓同少数几位党员留在了东北军 继续做兵运工作 1937年8月13日 堪称当时世界上规模空前的松部会战打响 日本侵略者动用了海陆空28万大军 企图一个月占领上海 古墓所在的东北军第67军107师 先在平汉县北段 与日军土株元贤二师团激战 后又奉掉上海外围的松江 参加松户会战 1937年11月7日 日军狂轰滥仗 猛攻松江城 11月8日晚 守城的东北军67军 和第40军残部几乎全部拼光 古墓后来回忆 由于连续三天的战斗疲累一击 八日深夜 我在师部临时驻地青浦县 一个小村庄的河场上睡着了 九日晨 一声剧烈的爆炸声把我惊醒 发现我的顶头上司书记官 及师部其他成员 都已不见踪影 我急忙收拾起师部官房 和一些重要档案 跑到村头一看 尽是撤退的士兵 古墓同部队走散了 奔跑中 他刚来到一座桥上 日军骑兵就迎面冲来 古墓想 无论如何不能让师部官房落入敌人手中 急忙中他脱下衣服 抱着装官房的宫门带潜入水中 经一个多月的辗转选找 古墓终于在河南信阳找到师部 将官房印信等交还师长 还带回了百余名调队的士兵 师长大为感动 没想到古墓一届书生竟如此国感忠勇 当即表示要把古墓上中央军校 此时的古墓以下决心找党组织 他谢绝了师长的挽留 在八路军驻武汉办事处 古墓第一次见到周恩来 想漂泊已久的孩子古墓想回家去延安 周恩来告诉他 敌后工作更需要你 古墓后来回忆说 周副主席说这话时 目光深沉 睿智 意味深长 我一下懂了 自己的战场应该同抗战大局血肉相恋 多年后 古墓成为周恩来领导国家经济建设的 主要助手之一 在周总理指挥下 他多次出色完成任务 并始终把周总理的话 当作终生嘱托 三八年 我是武汉参见局 就是周恩来总理主持人 我的英雇就是看着万一 看怎么样 有个挑战好事 就发展特别党员 所以他这个党为基础 发展中跟着工作 以后其实万一表现很好 万一出身贫苦 早年毕业于东北陆军讲武堂 在东北军中 他以文武兼优 爱国进步组成 经过细致工作 由张文海和古墓介绍 万一加入了党 成为由古墓单线联系的特别人 万一后来说 经过古墓的思想工作 我思前想后终于想通了 要打日本鬼子 靠国民党没希望 得靠共产党 下决心参加共产党 干一场 在东北军第57军 1120 古墓极为活跃 他不仅接上了早在 1120工作的秘密党员的关系 建立了党的工作委员会 并且还同苏北的地方党组织 建立了联系 古墓同战友们举办了 三期新兵队 训练来到万一团的爱国青年 他们办小报 演话剧 宣传抗日 鼓励杀敌 使团队士兵精神振奋 这个市里头四个团 万一这个团是最突出 因为有党的工作 加上万一本人 也是一个共产党员 那么由共产党员指挥下 又有108个的一些人 在联队里头帮助他 和思想鼓动工作 以后为了工作方便 我都当了旅长的秘书了 当秘书我就要到韩伯方便 我就把旅长的警卫队长 是我们就派了我们的同志 有一次给我们的 我开明明的会议 从外面给我们的长岗 那他就给我带来 给我爹的开会议 1938年5月 著名的连云港保卫战打响了 日军为策动徐州会战 以强大海空军猛攻连云港 1120第667团奉命在孙家山 进行了阵地防御和反突击作战 并与第672团 一起进行了大维坚抗登陆战斗 两个月拼死坚守 粉碎了日军从这里登陆的企图 整多一个小稿地 整小稿地你躲过来我躲过去 你躲过来我躲过去 就在那海边是一个小半岛 大维坚那里平坡牺牲很多人 后来都挖出很多骨头 东北军第57军1120撤出连云港后 准备参加武汉会战 部队在合肥 滕县 同日军打了几个硬仗 破坏了日军机场 有力牵制地进攻武汉之敌 还升勤了日军少将袁山方雄 1939年底阴出叛徒 国木1120工委书记的身份暴露 他以一封母病速规的假电报为名 请假离开1120回到根据地 我妈妈在吃素 我做的决定 我正带邮军一块钱 我正带他一块钱 管帐幕的要不帐幕的请假吃素 都留下来 请他都留下来 所以从前一天 二伯都不见了 每个人枕头底下都留下一份心 口号的时候我们会抗战人来 现在你们这里 你们不准许我们抗战人 我们到另外一地方去抗战人 不久根据山东分局指示 古木将派入东北军 1120工作的同志全部撤回 1942年8月3日 在中共统一战线政策影响下 东北军57军111师 在师长长安多和郭维成率领下 举意启示 古木 王振前奉山东分局指示 率部前往接应111师 进入根据地 从地下到地上 古木经过五年熬练 终于回家 回家后的古木 作为中共中央山东分局秘书主任 主要工作是协助郭鸿涛 朱瑞 罗荣环等前后几任书记 处理分局政务 起草重要文殿 这时他优秀的文字功底又派上了用场 在文学语言和党的文稿之间 古木很快完成了转换 用几十个甚至十几字准确鲜明地表述一个重要事件 以此重要战斗或一项工作部署 是古木的看家本领 这一时期山东分局的许多重要文殿指示 都是他起草的 家也充满了亲情 战友万亿对古木说 到家了 光棍汉的日子该到头了 其实古木眼中已经有了一个倩影 穆峰山东日照人 早年毕业于济南女子中学 是一位文明乡里的才女 抗战爆发后 他义无反顾 投身战斗的洪流中 他和同学 我们两个人都有一定的文化 有无情人的 他在北市二十 我北市一十 他是北市二十 地下当发车 送到江上队 我是北市一十 地下当送到江上队 一说都说到一块了 还在东北军1120工作时 古木就注意到 在旅部战地工作团的 民先队员穆峰 那时穆峰是演剧队的骨干 无论歌唱还是表演 都是最出色的 青年才俊古木 为穆峰的积极工作和财气 所吸引 心向往之 1942年 古木和穆峰结合 在以后长达六十年的岁月里 古木木峰 一如其名 大地峰鸾 他们相濡以沫 同甘共苦 不改情缘 回到根据地的古木 成长进步很快 它从一点一滴干起 积累经验 逐渐具备了独当一面的能力 有感于缺少地方工作经验 古木多次向山东分局书记罗龙桓提出 要到下边最艰苦的地方工作 1944年10月 古木离任分局秘书主任 先被任命为鲁南区党委副书记 后任滨海二地委书记 兼军分区政委 这是古木主持一个地区 全面工作的开始 在这里 古木坚决执行山东分局的指示 勤起依靠根据地的人民群众 在武装斗争 减租减息 大生产和党内整风等各项工作中 取得有声有色的成绩 作为地委书记 古木在滨海开始摸索财政经济问题 1943年春 著名的根据地银行 北海银行迁到滨海 滨海利用图特产 食盐和掌握的黄金 努力提高北海银行抗币的信用 并以抗币兑换的法币或尾币 到敌战区购买急需的物资 极大的活跃了根据地的经济生活 在滨海 古木还抓了当时非常罕见的对外贸易 因为滨海日照线的阑山渔港 成为八路军控制的对外贸易窗口 根据地通过吸引民间商船来港 用花生油 海盐等物资换取商船走私的棉花等战略物资 既给商人提供了经营空间 也满足了根据地的需要 古木后来回顾说山东根据地经济工作的经验 是我们党的宝贵财富 我们几位经过山东根据地锻炼的经济战线的领导干部 后来都为改革开放事业贡献了力量 1945年5月的反扫荡是山东根据地对日寇的最后一战 8月15日 日本宣布无条件投降 滨海区 军民一片欢腾 人们悬灯结彩 五龙五湿 地位机关改善伙食 开怀畅饮 战友们向古政委敬酒 他来者不拒 直到名顶 我给你讲吧 这都保留秘密 我一辈子有三次 这个三次是什么三次呢 鬼子投降 我刚刚动员这个团长一场的干部 我说今天这发早当可能比肯定还要厉害 我们要充分地准备 这个怎么想怎么的 说了半天 哎 投人家宣布鬼子投降了 那天我这个团长回来给我闹 说你这样的报告想做才好 今年没去年还有眼中 结果才投降了 回来就闹着喝酒了 这次我喝一瓶 讲解是跑台湾我喝一瓶 打到四月半我喝一瓶 什么秘密都公布了 在这一天的日记里古墓写道 这是我经历的一生中最为欢畅快乐的日子 然而欢畅快乐的日子 很快为蒋介石发动的内战打破 按照党中央向北发展向南防御的战略总方针 山东八路军主力在罗龙环率领下开赴东北 新四军主力则北进山东 根据中央指示 山东分局改为华东局 饶树时任书记 陈毅 黎玉任副书记 1946年4月 古墓出任华东局秘书长 6月中旬 国民党军集结58个赞边旅 共46万人 向山东和苏北解放区发起进攻 7月 华东局撤销滨海区党委 成立新的滨海地位 古墓出任直属地位书记 兼军分区政委 临行 臣毅叮嘱古墓 大力发展地方武装 准备在主力部队战略转移作战时 独立自主地坚持地方武装斗争 古墓在一个月中 集组织起民兵11万人 组建子弟兵团52个大队2万多人 8月到12月 古墓率部击退国民党军的海上登陆 并配合主力部队 在林仪一带 坚敌2900人 一年2月 在主力部队支援下 平定了好鹏举叛变 随着主力部队转移到外线作战 滨海军分区 就地自主坚持武装斗争 有力配合了主力 47年的1月 陆南战役 消灭国民党的第一块头冲队 2月份的莱雾战役 消灭李贤州 47年5月份的蒙良谷战役 消灭七十四十 所以在这方面 这个滨海这一块 全部都是来参加 它这个支援的机构 一开始叫支援委员会 从支援的处 就改成滨海支援司令部了 以古墓为书记的滨海地位 遵照中央的五四指示 适时在各县开展了土地改革运动 古墓强调农民当家 不能放弃党的领导 越是火热的群众运动 越要加强党的领导 它曾化妆到基层调查 及时发现并坚决 纠正了一些地方的错误做法 使滨海土地改革运动 既轰轰烈烈 又实事求是的平稳进行 土地改革运动 大大解放了滨海地区的社会生产力 为华东解放战争的胜利 提供了极大物质支援 1947年初的一天 陈毅路过滨海 他向古墓交代 山东的仗越打越大了 后方之前必须跟上 你要做到要兵有兵 要粮有粮 要民夫有民夫 要担架有担架 这个任务 首先要由你滨海地区负责 说着陈毅的幽默来了 咱们军中无戏言 前方的仗打不好 杀我陈毅的脑袋 后方之前出了问题 砍你古墓的脑壳 哎呀 陈毅真是好同志 多财多义 打仗的时候 是勇敢地能打仗 打完仗回来 他闲不着 下围棋啊 找人聊天啊 歇事啊 坏海战予要开始了 他要做个总统员 他上了八千多的讲话 在那老头上讲的 简直是 我成义跟你拼了 其实不要多讲 就这么给个掌下 哇 以后 1948年11月 淮海战役打响 这是国共命运的大决战 也是人情相悖的大逼劈 人民解放军参战部队和随军民工 打百万以上 每天消耗粮食打三百万斤 滨海地位立即组织出动 民工五十七万人 淮海战役中 滨海加工粮食三千七百多万斤 运粮三千五百多万斤 做军鞋六十多万双 缝面带二十多万条 抢修道路一千八百多公里 抢修桥梁一百九十四座 车轮滚滚 人流滚滚 新潮滚滚 11月上旬 连云港解放 11月9日 中国人民解放军 新海连军事管制委员会成立 古牧出任军管会主任 12月新海连成立特区 古牧任特委书记兼警备区政委 新海连解放 古牧再次来到了新府 在这地方抗热战争的时候 搞地下工作 现在古牧回来以后 是正式主政新海连 这时候的新府 和原来情况也发生了很大 人民从中要求改变生活环 学做城市工作 是古牧这一代人 在上世纪四十年代末 创建新国家时 非常精彩的一笔 整顿市场 打开贸易 恢复生产 度过青黄 扫除封建 收回主权 他们在新中国诞生之际 学习如何管理人民的江山 如何让萧条的城市活起来 为了供电 古牧曾从盐厂借来柴油机 以此带动一个500瓦发电机 给新海连全境带来光明 他还带动铁路职工 用尖挑人台的方式 用四个月 修通了境内龙海权限 为老百姓筹措粮食 他克服困难 使面粉厂 食品厂 复产 新解放的新海连 在春荒中 没有饿死一个人 许多年后 古牧几次重回一门 滨海 他深爱着这片土地 这里的人民用高粱 玉米养育了他 用鲜血 生命 支持了革命 他唯有暴打 父亲改革开放以后 于85年和90年 两次又回到一门老区 到03年 他的稿费 加在一起 有了十万块钱 他说你们和一门 林毅地区联系一下 我想把这十万块钱 捐给一门地区 后来林毅市政府 在这十万块钱的基础上 又成立了 一门老区老同志教育基金 机关干部企业纷纷赞助 同时呢 就把朱边镇这个希望小学 命名为将军希望小学 将要在前面的路 放而追到我们 我们像春天一样 来到花园林 来到烤披萨 这国是天上 有我们就放下的心 有我们就放下的希望 感谢亲爱的路过 让我们自由地承担 我们像小鸟一样 都随着了与梦荡的风暂 就有满得像的练功飞翔 出没磅磅大地 感慨十年蹉跎 古墓难以真情 或许他此刻想起了 毛泽东的清平岳六盘山 那时意运昂扬 而革命和奋斗的真髓 就在末尾两句 今日长鹰在首 何时复住参隆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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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